开始了 好 这是我们的那个上滑翅 气动双胃涛滑镜 这个尺寸是40公分 可以60公分的 好 现在我们再调一下这个温度 这是一个时间 温度时间二合一表 首先按一下这个SET键 进入设置状态 可以按这个向上箭头是增加这个温度 还有那个向上箭头是减少温度 一般我们设的是设210度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SET键 就是完成设置 好 现在温度是134度 然后再设置这个时间 首先按一下这个SET 这个设置键一次 然后就可以是进入设置状态 可以按向上箭头增加时间 向上箭头是减少时间 一般我们设的是25秒钟 用来做升滑烫滑 然后再按一次的话 就是完成设置 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操作一个按钮 这是那个手握 那个手握那个把手 这是手自动转换开关 当这个转换开关在朝左边的时候 是手动状态 当手动状态的时候 必须按一下这里才可以烫滑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打到中间的时候 设备是不会烫滑 很安全的 我们还有一个状态 就是自动烫滑状态 就是说 当把这个按钮 抬到右边的时候 设备就会自动烫滑 但是如果发生这个是极瓶开关 如果说你不想烫滑 就是把它按一下 就不会烫滑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调到手动状态 然后把这个极瓶打回来 好 来这里我们介绍一下 可能调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是可以调的 首先这是一个过滤器 过滤器的话 这个调的时候把这个往上转一下 正转 正转的时候是增加压力 它一看下来这个很明显 从6往前再动 如果我们想把它压力调小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逆向旋转 这个压力就会变小 你看一下 就变成你看本来是6点7点几的 结果变成6点几了现在 一般6就可以了 调完之后 把这个压力旋转的话 往下按一下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过滤器的话 它会过滤这个气管里面的气 会有一些水出来 所以隔一段时间就把这里按一下 按一下它就可以把那个气 那个弄起来的 你看这个有水 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个水 好一下 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气管肯定是有水的 到时候把这个气 隔一段时间清理一下比较好 这个是油 这个油 这个油一定要保持油 这么多就可以了 这个是那个 泥压油 它是那个去骨盆 那边满到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底部是一个U槽 这个可以套成衣的 这个U槽很漂亮 看到没有 可以把整个衣服套进去 非常的方便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上面是纯铝板 我们是纯铝板做的 这是布教垫 双边双空位的 这个发热板我们是真的挺困的 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光滑 盘滑色味很好 发热板很厚 而我们那个发热板上面有四个弹簧 四个弹簧 这个压力很均匀 这个可以自动的把这个压力调得很好 好的 我们现在试一下设备 这是手动状态 我们按一下这里 这个我们时间设的是25秒钟 按一下这个手启动的话 设备就会昙化 然后这个机器呢 进入倒计式状态 它会自动倒计时 从25秒钟到0 到0秒 当到达那个时间之后呢 这个设备发热板呢 就会自动上台 这个发热板呢 就自动会抬起来 非常的方便 我们再把这个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按下这个手启动开关 然后这个就进入倒计式状态 从25秒钟到0秒 当它倒计时到0秒之后呢 这个设备呢 就开始要自动弹起来 发热板自动弹起来 非常的方便 好 现在我们试一下那个自动状态的那个烫化一个效果 我们把这里放到这边 打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一个自动状态 一个自动状态 一个烫化的地方 就跟那个温暖的打过来 到位之后 设备自动烫化 然后进入倒计时 从25秒钟开始 倒计时到0秒 当倒到0秒之后 这个发热板 这个自动弹起来 这个发热板自动弹起来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的 当发热板退到位之后呢 这个发热板自动往下压 然后进入倒计时 25秒钟到0秒钟 当倒到0秒钟之后呢 发热板自动弹起来 非常的方便 但有任何机型情况的话 可以按下这个提琴开关 这个也会排起来的 好 完成了 可以了 好 谢谢 这是我们的商法师 好的 有点子 走吧 好吃 你